广告里的你 而且我都能够想到那个广告是哪一个广告了 哪一个呢 肯定不是溜溜美啦 我感觉像护肤品的广告 对对对 就是亚某什么的护肤品之类的广告 如果不是的话 就算了 我觉得应该是那种很光彩光鲜亮 而且这个我感觉你应该穿的是那种 红色衣服还是白色 就很厉害那种感觉 就这样类似于这样 很厉害很厉害那种感觉 来我们怎么介绍答案 哦哦 原来答案就在后面啊 所以这个完整的图在哪里呢 没有完整的图 我们两个很 现在快手网友真的不能打两个大傻子 不能在屏幕上 要骂就骂 我的好朋友不能说我 因为这个人竟然是刘诗诗 我也以为是我 我以为你看过答案 你这么笃定 我没有看过答案 我们俩刚刚看 不是怎么回事 这个答案是刘诗诗 我是真的是刘诗诗 我甚至也以为是我 这个真的是他 我工作人员都以为是我 好这波热度蹭到了蹭到了 磕到了 磕到了磕到了 磕到了 不是我真的以为是你看过 然后 我也以为是 这个眼睛会不是你吗 你们确定答案不会接坐吗 有人有沿途吗 没有沿途 那你们怎么证明你们是真的呢 谁找这个图先找一下 我们到处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就离谱 好 接下来我们一定不会错好不好 这我知道是谁 我没看到 我感觉我知道是谁 谁啊 我感觉是不是陈晓啊 我现在已经不敢 我知道谁 刘诗诗 这肯定是陈晓 肯定是陈晓 我感觉像陈晓 我真不知道是谁 我觉得是陈晓 肯定是个古 是这样的 古装大美男是肯定的 两个字陈晓啊 我觉得是 不是 是肖战吗 肖战 反正我说古装大美男 我觉得像 肖战吗 这是谁啊 我们猜错不会怎么 因为这个真的太难了 我真的不知道 你猜肖战 我猜是陈晓 不会是我吧 哎呦天呐 不可能 是谁吗 准备啊 我们直播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稍微剪辑一下 稍微的 就是我们这样出去很严重 我们这样很严重 我们暂停吧 我们就直到今天结束吧 真的我要保护你 然后保护自己 我们就游戏重新来来一遍 就还是我晚了 就是被病的给你调报 哈哈哈 这个答案竟然是 徐凯 对不起凯哥 徐凯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凯哥 但我不得不说 因为古装大美男的眼睛 真的蛮难猜的 我真的没有猜出来 对不起凯哥 我甚至还跟他拍过戏 而且你们还有 很多对手戏 对对手戏对 好下一个我们一定会猜对 好不好 如果哦 我顺序拿错了 第一个题 然在这儿 没趣 谁呀 咋还有花呢 太难了 咋还有花呢 确实 咋像老年人 咋像老年人 就离很远那种 看 戴老花镜那种 哦 提示答案都来了 我们要看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不要给我们提示答案 就让我们就是离谱的猜下去 我真的而且我 你不说我真的以为是一个 我猜猜猜李冰冰 我想猜宋佳姐 对吧宋佳姐或者李冰冰 对你真的刚才他们给我们提示了 甚至给了提示我再看出来 那个镜头 你们看一眼 像不像宋佳姐或者李冰冰之类的 冰冰姐 但其实他我们天天见 天天见给他看一下答案 他写我们天天见 我觉得是修图示的关系 修太过 给他看答案 宋祖娃 你们是想让我们得罪别人对不对 因为我们刚刚连续三个都猜错 咱们试试 哎我觉得刚刚他们猜那个很像曾黎 就是很像 曾黎什么的 真的 没事咱们再试试 咱们再试试 再试好吧 这种离谱的效果 这个我知道谁 这肯定知道 这个我也知道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逊色 我先去啊 是我 这我呀 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四个字的还是他 还是 不是 这是四个字的女明星吧 这不是杨颖吗 这不肯定不是杨颖 这绝对是你或者迪丽热巴啊 我以为是杨颖 大家看一眼 那来来来 我们我们推个特写 这是杨幂啊 这是谁啊 这是杨幂或者热巴 这肯定是杨幂 这不是杨幂我 如果这个答案不是杨幂 那就不是 你们在座所有的人 这是宝贝 我真的觉得这像老杨 所以我才说 这不可能是杨幂 你没逊色我 这不可能是安德鲁的宝贝 因为除了安德鲁的宝贝 这不是安德鲁的宝贝 因为除了安德鲁的宝贝 如果除了安德鲁的宝贝 如果除了安德鲁的宝贝 不可能 他化成灰我都认识 这不是安德鲁的宝贝 如果除了宝贝以外 我哪敢说这种造词的话 这就是你的眼睛 你放在你眼睛旁边 这真的是杨幂啊 哎呦我要疯了 这不是你啊 你听说如果不是杨幂 或者迪丽热巴的话 你要怎么样 你吃饭 我们当着看吧 因为我自己还没看啊 321 不是有原来的答案 你看我就说 哎我就说略逊色于我 就是我我看到这张照片 我说略逊色于我 所以是baby 你一开始认识是baby了 所以我说略逊色于我 这是因为我 不是你吗 他没有化成骨灰 化成骨灰你都认识 化成灰你都认识 真的是 我跟你讲这些是你们贴错了 这真的是安德鲁的宝贝 啊 不是 这是 好 第家门这一题 算了 你不要哈哈哈 网友们不要哈哈哈 这没什么可以笑的 我们已经把你该得罪人 都得罪光了 这一个是谁啊 这我知道是谁 这谁 这我肯定知道是谁 王俊凯 肯定对的 百分百这不是王俊凯是谁啊 提示来了 白语 这不是凯凯吗 白语的眼睛 有人说李语春 白语的眼睛是想这样吗 陈晓 大家现在看任何的美男都是陈晓 秦妖贤 王俊凯 你看 对不对 大家都说是王俊凯 你先给我现在改答案 说是王俊凯 反正你们也没有原图 答案是 白语 你们先跟白语道歉 再跟王俊凯道歉 你们是有原图的吧 有 都有对不对 待会要跟我们就是都匹配上 不然观众和我们都不能满意 来快速 第六个 有点邪魅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 谁呀 会这样看别人的 哦 刘敏涛 哪个节目里的 哪个节目里的 凯丽姐 李斯丹妮 啊这是李斯 这是李斯 有人说杨幂是不是困了 困了就睡觉吧 大美女 这是李斯 这不是刘敏涛是李斯 你们自己看合理吗 李斯自己都不知道这是李斯吧 你们确定这是 你们单凭 几个字就确定是李斯丹妮 马 有人说马依丽 我们都公布答案 还说马依丽 李斯丹妮啦 有人说古天乐 网友根本不会听小月月 网友现在 现在你直播间 王 继续 哦真是李斯 他这张照片 哎我们一会把十张照片安顺序 我们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按照baby那张 我是真的认出来了 其他的我真没认出 有人说马云 好了家人们 咱们真的不要再瞎说了好不好 真的 我怕我会笑出来 来这一位 哎 这个我认识 这个你们能看出来是谁 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这绝对是 C啊 迪丽乐巴 哈哈哈 我现在不敢说话了 C啊 我真不知道是谁 这 也是那个节目里的 赵金麦 刘敏涛 这是刘敏涛 敏涛姐 然后那个是李斯坦你 敏涛姐 我 你平一个这个能认出来我敏涛姐 很多人都说是迪丽乐巴 因为真的很像热巴 哎你们这个组的人真的 来我们看他看一下刘敏涛 敏涛姐 红色高跟 你想我在 就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还涨了6万粉丝 这个是过去 好 OK 来 好你们你们真的不是你们四个人站在这边提醒我们很像我们两个好像是 我们是有自己独立的主见的我们一定要自 你们不能提醒这个我们一定能猜出来 是呀 哦 这是赵金麦吧 赵金麦 这是麦麦 这个麦麦还蛮明显的 赵金麦 但你知道像谁吗 我说一个人你们肯定觉得 太像这个人 你先推个特写看一眼 我说只要说这个人的那个图片就会有有感觉的 这麦麦还蛮明显的 有点像那个 有一个 就是那个台湾地区那个女艺人这样哼哼那样笑那个 你们都不知道是谁 对就是那个陈 陈寅涵 很像 但是赵金麦了 麦麦麦其实挺明显的认出来 好 全屏在刷李庆不是李庆是赵金麦 现在我已经被这个节目组搞了谁都不敢说了 不是余文文不是张玄英 大家 好我们来看这一个 是霍建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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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睫毛很长 我觉得像霍建华 我觉得像霍建华 王赫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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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整个呆滞算了 好 我来介绍一下 韩东军 也是我们那个节目的 帅哥 好 来 单眼皮 最好这个我猜出来哦 我离发火就三秒了 这个吗 我离发火就三秒了 这个吗 这不会是你吧 我离发火就三秒 这不会是你吧 哪里 你先说清楚这个眼睛怎么了 哇这个眼屏也太有神了 太好看了 这个眼屏 这个眼屏 他这个美瞳是什么牌子 我没有 我天生就是一个魅惑棕色 哇 魅惑纵深 纵深 纵深 好了给大家介绍答了 原来是大大哥 哇 你们三个人 哇 我们现在有 王宝强 有人说林更新张荣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还有说李线的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比我还敢得罪人 你们俩绝了没错 这是你 你自己 哎你自己比划一下 这两张找的角度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大家看一个中 但凡赶个修图师修一修 你觉得这俩有啥区别 角度都一模一样 最后这张是杨幂吧 这是杨幂吧 肯定是杨幂 你们找的杨幂跟刘诗诗的图 你们自己看有什么区别 就是 哦一个是冷白皮 一个是白粉皮 白白粉粉 谢谢你没说卡粉皮 真的很像 他这个角度都是一样的 好了 磕到了 就这样吧 磕到了 化妆方法也很像 所以介绍一下最后答案是 杨幂 好 刘诗诗那张图找到了吗 要给到我们 全部的找到了 对不对 好 秘密 好 谢谢 好 怕大家不服 所以我们 找到了所有的图片 这张是刘诗诗的 诗诗的照片 这个眼睛是属于诗诗的 这是圆图 好 什么字这么推了 然后 下面这张是秘密的哦 就给大家看 看几张截图就好 这张是秘密的 好 好 好 这张是秘密的 我们再看一眼刘诗诗的好不好 不要 好好好 这两张实在是 知道了 宋组儿那张 这张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好 敏涛姐的这张 我一定要看一下这张 谁能猜得出来 这是敏涛姐 这张是 麦麦那个还挺预选的 哦 好 很选的这张 这怎么可能有 亲爱的们 你看快手的家人们 你们快看 这个主办方有多么恐怖 你们怎么不选 你们自己家里的朋友的照片 让我们猜呀 不是因为因为所有人低头的时候 眼睛都不一定看得出来啊 我今天叫嗓子哑 不然我就要骂死你们 好 可以了 这一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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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题你一共猜对了 一帖 赵金麦 猜对了杨颖啊 哦两题 老杨我猜对了 我猜对了一题 我自己 对 是吧 你这样你自己猜对了三点 来恭喜 所以猜对了三点有什么奖励吗 大大哥 奖励答案贴到后面 可以简单提示展开聊聊 哎 聊聊宋祖儿吧 来这 到这了 到你那个 来 我发现咱俩在得罪 你先 你先别别别他要念这一题 我发现咱俩在得罪人这个事情上 可以说不分伯仲 哈哈哈哈 怪不得咱俩是好朋友 人家前面的答案说 我们俩不是好朋友 你们先又写说 怪不得咱俩是好朋友 你一直 你一直让我今天怎么哑成这样 你一直让我贴脸 继续走 鞋子现在走 来照你了 嗯 我们还是为难彼此就好了 不要涉及到太多其他人 就是我也没有 大承认说咱俩是好朋友 这件事 我们也没有设计到其他人 因为你一直在跟我说是好朋友 但我没答应这件事 对 然后 他们给的提示是这个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说 好的 那接下来就考验杨幂的冲浪指数了 工作人员准备了一些静气的热梗 我来提问看秘密能不能瞬间接到梗 接不到梗的话呢 我们会一人面前放一个水杯 就会破